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卡碰 我们会发现 仔细地看圣经里头真的很精彩 因为他讲了好多好多的故事 小朋友 你会不会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圣经里头的故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所以我们特别地请到了圆爸爸 来回答这个问题 圣经里头的故事是真的吗 还是只是神话故事而已呢 圆爸爸,你说呢 小朋友好 我是圆牧师 也可以叫我圆爸爸哦 你们都知道 我更喜欢小朋友叫我圆爸爸 因为叫牧师总觉得 哎呀,牧师又要来讲道了 要讲一些好难听得懂的话了 不,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虽然有点难 可是呢 一定要让你明白 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 圣经故事都是真的吗 或者只是神话故事而已呢 哇,很多时候啊 我们都会觉得故事就是故事嘛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故事有两种啊 一种故事是叫做真实的故事 一种故事呢 叫做编出来的 甚至有的故事啊 是瞎编出来的 根本没这回事 但是呢 就编出来了 好像写小说一样 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所写的 是真实的呢 还是瞎编出来的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回应的 事实上我们知道 圣经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 圣经当中有些事情啊 太神奇了 简直是叫人啊 难以相信啊 但是我们从历史的考古学立场来看 或者辩证法来看 圣经是确实记载 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情 而不像一些小说 胡乱的编写的 好比说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呢 这个西游记啊 风神榜啊 这些呢 叫做神话故事 根本不存在的一些东西呢 写在这小说里面 而我们中国人呢 却会相信说 哎呀 真的有孙悟空啊 真的有什么鬼啊 神啊 在那边东跑西跑的 打来打去的 这是神话故事 可是圣经可不是神话故事哦 圣经写着 当时神 拣选了亚伯拉罕 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 拣选了摩西 那这些人物 真实的在历史当中 是可以考究 可以验证的 而且他们的经历呢 也确实 对现在的以色列国家 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 透过历史 让我们明白 圣经所写的 是真实的 不是像神话故事 或者小说 随意瞎编的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呢 要相信 圣经是真实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来考究它 要来好好的来读它 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有些人啊 他们说他们不相信圣经 认为啊 圣经是错误的 是神话 是搞迷信的 而实际在问他们呢 他们却根本从来没读过圣经 这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他们没有读过 他怎么知道那是错的呢 他根本就没有好好的来读神的话了 另外有些人 他们不相信圣经 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 这些神迹歧视 比方说 圣经上面记载 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 红海的水分开了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但是透过现代的科学 以及考古学的考究 他们就发现了 确实在红海那一带 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就是只要刮起 某一个方向的风向够大的话 这个风力够强的话 红海的水就会分开 哇 当我们这样去认识他的时候 就发现了 当时所说的 所记载的都是真的 那更让我们明白 神奇妙的作为了 也有人说 他不相信神的话 是因为他不想认识神 那我们也就没有办法 让他来认识这位神了 因为圣经所记载的 就是记载神所作所为 神对人类的一个启示了 因此呢 我们再一次的要说 圣经的故事都是真实的 如果它不是真实的 早就被推翻了 更何况我们每一个 做基督徒的 在读圣经的当中 都经历到神向我们说话 这是真实的 谢谢圆爸爸 带来这么详细的解答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头 有讲过 如果我们跟天父说说话 我们向神说说话 这样子一个说话的方式 叫做是祷告 高点姐姐鼓励你 可以常常跟天父说话 常常跟神祷告 可是我们真是没想到 原来神也一直一直 在跟我们说话哦 而祂跟我们说话的方式 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圣经 没错 所以小朋友 你想要知道 上帝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生命里 有怎样的心意 祂想要告诉你什么事情 那你就知道 应该要怎么做了吧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我是高点姐姐 也邀请你来收听 完整的欢乐卡卡碰 请你点选收听节目 点选欢乐卡卡碰 就可以听到今天 完整的节目内容咯 我们空中再会 See you 这圣经是本奇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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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悟日生的话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